選手啊 選歌 選歌上面 現在等於說選到兒歌這個環節 每一次BOSS團會有不同的主題 但是也是一個巨大的陷阱 你就隨著他的節奏去做 我覺得 這完全不是做藝人的思路 不錯 這就是我想要他們做的 就是那個 拽拽的驕傲感 對 驕傲感 做藝人最重要的是 他一定要在他這個風格裡面 所以即便是在童年的這個主題上面 無論怎麼變 無論怎麼童年 他們的都是 皮皮的 帥帥的 這樣的一種風格 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出現過樂隊 對 所以我想把他們做一個樂隊 所以灌籃高手呢 我就想要他圓取那個 就是搖滾的感覺 就是把那個灌醉的時候 我想要他是往前的 用愛把我灌醉 你注意一下 這樣子 我是想他中間的那一段 是那種比較激烈的 就是樂隊做的配合 問題就是說 他們都不太會樂器 只有環幕不會 所以那個編曲上面 肯定要有給他留那個 提琴的部分 大提琴的東西 以前看了灌籃高手之後 就開始打球 然後就開始學籃球 然後就開始瘋狂地打球 就像有一天能 比如說能進個競爭的隊 大部分是OK的 細節又開始打和弦 能把和弦打完了 在緊湊的開始嗎 你整個是手是單手在那是吧 沒有 我到時候是這樣 對呀 你擺好你的字是什麼意思 然後就是我都哭了 我就是關了 到時候你呢 就突然搞笑這個地方 你不對那個腔鏢 你呢 做一個楚楚可憐的樣子 委屈嗎 夠委屈嗎 夠啊 我自己的狀態一直都很輕鬆 我只跟自己比 所以 所以我也沒什麼壓力 你有你那麼說話的嗎 就說 我說哪天進一月 就是被你記的 那你還不好好認真一點 他就是那種全身都僵硬的 臉也僵硬 手腳也僵硬 跳舞也僵硬 就是整個都很僵硬的 然後我就發現 其實他是 就跟我有一點點相似 我自己 就剛剛參加比賽 出道那個時候 也是 整個人崩得很緊 然後也是 沒有太多表情 臉也是比較僵硬 所以我完全能夠 體諒到他的那個 辛苦 其實我自己還滿擔心 就是BOSS團的 因為我會覺得說 他們會說 這個東西不是童年 其實我自己還滿擔心